哎 苏月 你说咱们信主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进天国得永生不下地狱啊 那怎么才能得永生呢 你糊涂了不是 圣经上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这话没错 那你是怎么领受的呢 信子就是信主耶稣啊 只有信主耶稣才能得永生 不信的得不着永生 我姨妈呀 跟咱的领受可不一样 她说只信主耶稣 得不着永生 整个宗教界 从牧师到信徒都相信 信主就能得永生 到了你姨妈这儿 就得不着永生了 是啊 你姨妈是信主的吗 信主五年 她那是信神时间短信心小啊 你给她交通交通 她就明白了 能不交通吗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 耐心的交通 耐心的引导 耐心的讲解 瞧瞧 这真是用心啊 我彻底被她给说服了 你彻底被她 哎 不是 感情是你姨妈在给你交通啊 啊 她跟你说啥了 怎么就让你对信主得永生 产生怀疑了 不是怀疑 是对信主的人有永生这话 更明白更透亮 更有信心了 呀呀呀呀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也太让我费解了 这样 咱们来个情景在线 我是你姨妈 保证让 你是谁姨妈 哦哦 我扮演我姨妈 保证让你费解便理解 你也得心服口服 不可能 试试就知道了 试就是 我倒想听听啊 你姨妈是咋说的 那现在就到我姨妈家了 伴奏棋 这咋还有伴奏啊 我姨妈是听着音乐唱着歌 不得来个伴奏 情景在线吗 行吧 嗯 我是嫉妒一闲闲 说话做工在人间 怀疑审判信法 接近我们带领 我们走上人生争霸 姨妈 啥事啊这么开心 哎呀 孝灵啊 你来得正好 姨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啥好消息啊 咱盼望的主耶稣回来了 主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发表真理 姨妈 你接受全能神了 是啊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我们只有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才能进天国得永生 姨妈这不对啊 怎么不对了 圣经上明明说啊 信子的人有永生 我们信主耶稣就是信子 就已经有永生了 你怎么说 只有接受全能神才能得永生呢 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不假 但信子是啥说的呀 当然只信主耶稣啊 这话对一半 对一半 啥意思啊 准确地说 信子就是信神所拆来的人子 是啊 就是信道成肉身的基督 没错 主耶稣就是基督 但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你现实所信的 是已经升天的主耶稣 是啊 主耶稣预言他末世再来 还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啊 这个子 你迎接到了吗 这 你如果没迎接到末世再来的人子 那这个信子啊 就只信了一半 还不是真正的信子啊 哎哎哎哎 你等会儿 啊 你刚才说主再来是道成肉身 嗯 有圣经根据吗 有啊 有 这还找不上了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节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还有啊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哎那我问你 嗯 这些预言是不是都说到 主再来是人子降临 是啊 一说到人子 是不是从人而生 有正常人性的人 是啊 是不是只神道成肉身说的 是啊 如果是神的灵来 能称为人子来吗 就像耶和华是灵 我们就不能称他为人子 这么说 主再来还真是道成肉身 哎对喽 你还别说 你姨妈交通的还真挺关键 这信子啊 不单要信主耶稣 还要信末世再来的人子 就是全能神 这样才能得永生 哦 如果只信主耶稣 却不接受末世基督全能神 那就是信子信道半路掉队了 就是前功尽弃半途而废 还想进天国得永生 那不就是爬上楼顶摘星星 空想嘛 你姨妈交通的还真是新亮光 嗯 但是啊 有个问题倒让我费解了 好嘛 这还费解着呢 灵啊 还有啥费解的 接着说 这又言上了 姨妈 主耶稣明明说呀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这就说明 主耶稣就是永生之道 我们信主 就能得着永生 你怎么说 得接受 末世道成肉身的人子 才能得永生呢 主说啊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 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这是真理 没错 因为主耶稣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嗯 他有神的身份与实质 是啊 主说这话呀 就是在见证 他就是神的显现 他就是永生 对 唯有他 才能赐给人永生 这不就结了吗 主耶稣应许信他的人 有永生这不假 嗯 但是 对 在恩典时代 主耶稣 可并没有赐给人 永生之道 哎 等会儿等会儿 矛盾了 矛盾了 怎么矛盾了 你姨妈刚才说了 主耶稣就是永生 嗯 那主耶稣发表的 不就是永生之道吗 嗯 他怎么又说 主没赐给人永生的道呢 那我问你 嗯 主耶稣都做的什么工作呀 钉十字架 救赎人类的工作 那主耶稣都发表了 哪些真理呀 主耶稣说了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还要求我们 尽心尽性尽意爱神 嗯 并且要爱人如己 嗯 还教导我们啊 要谦卑人耐 包容饶恕人 七十个七次 等等等等 嘿 背的还挺溜 那当然 主耶稣发表的 这些真理呀 那都是围绕救赎工作说的 是啊 主要是教导人 不犯罪不作恶 向主认罪悔改 嗯 所以啊 主耶稣发表的 是使人最得赦免的 悔改之道 没错 悔改的道 不就是永生之道 哎 那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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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您是采电线了吧 什么采电线 我这是突出重点 嘿 那你说说 怎么个不一样 永生之道 嗯 就是能使人活到永远的真理之道 没错 也就是啊 能使人脱离罪性的捆绑和挟制 嗯 得着真理做生命 达到与神相合 能绝对顺服神 永远不再犯罪 抵挡神 背叛神 能达到这样过效的道 才是永远的生命之道 这话对呀 人就是因为犯罪才有了死亡 罪的问题解决了 人不就不死了吗 对对对对 可我们信主后 罪得赦免了 也享受了主丰富的恩典 嗯 我们按着主的话实行 外表是有了些好行为 是啊 但不可否认 我们还能常常犯罪 抵挡神 你说这是不是事实 这还有说吗 嗯 当然 是啊 而且会犯的罪 还忌 就是 突出重点吧 你继续说 听好了 嗯 我们虽然信主 但为了利益 是常说谎 搞欺骗 追名利 爱金钱 对 信神是 为得福 求冠冕 失恋临到把神院 犯罪认罪 不悔改 实行不出主的话 外表有点好行为 其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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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假冒为善 为地位 笼络人心排斥一击 拉帮结派嫉妒纷争 性情是狂妄自大弯曲诡诈 自私卑鄙邪恶贪婪 被各种撒旦性情充满 这活着没有人模样啊 其实就是个撒旦像 这说的都是事实啊 那你说我们信主罪得赦免了 为什么还能常常犯罪抵挡神呢 为什么总也实行不诸主的话 达到真实的悔改呢 是啊 为什么不能真实的悔改呢 是啊 你说为什么呀 人人都犯罪 谁能说明白 我姨妈就说明白了 灵啊 我们虽然信主罪得赦免了 但我们里面的撒旦性情 与犯罪本性没解决啊 所以还能身不由己犯罪抵挡神 这就像地里的韭菜 割了一茬再涨一茬 再割再涨 为啥 根还在呀 所以说主做的是救赎的工作 不是做彻底洁净人变化人的工作 发表的是使人最得赦免的悔改之道 不是使人脱离撒旦性情 得着洁净的永生之道 这么说 只信主耶稣还真不能得永生 所以啊 主耶稣预言 他必再来 还告诉人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主再来 还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没错 末世主来还要说许多话 要引导人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些真理 才是神赐给人类的永生之道 你想想 如果当初主耶稣 已经赐给人永生之道了 那主为什么预言 他必再来 为什么还要发声说话 引导人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呢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只有迎接到主的再来 才能得着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之道 对了 当时姨妈给我读了一段全能神的话 你听听就更明白了 全能神说 耶稣来在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祭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祭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得真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全能神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没错 神是两次道成肉身做工 才把人从最终彻底拯救出来 如今啊 全能神发表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我们只有接受神话语的审判 得着捷径 达到敬畏神顺服神 才有资格进天国得永少 感谢主 这可太好了 怎么样 废节便理解了吧 理解了理解了 你是接受全能神了吧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你说我能不接受吗 我就说嘛 我跟你说 阅读全能神的话 这心里是月亮的 那个心情啊 我是怎么说呢 你是想唱还是想跳吧 那就唱跳一起来 是神的话语 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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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有了赞美神的心生活 痛苦 痛苦与迷茫 不再有 灵的释放把歌唱 明白真理 真是好 超脱热 你就别唱了 你明白真理了 我这儿还有问题呢 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给我说说呗 全能神都发表了哪些真理 为什么说这些真理 就是永生之道啊 全能神发表了 数百万字的话语 都是人类达到德捷径 蒙拯救 必须该具备的真理 那是风风复复呀 数百万字 那可比圣经里的话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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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咱这是突出重点 全能神的话语 揭开了神六千年 经营计划的奥秘 三部工作的内幕 神道成肉身的奥秘 神还审判揭示了 人类被撒旦败坏的 实质真相 把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的 神是如何解禁人 拯救人的 还有各类人的结局归宿 等等都告诉给人 全能神的话 可都是我们从未听过的 真理奥秘呀 还有呢 还有 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人信神该存什么观点 怎样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 如何侍奉才能合神心意 什么是真实的顺服神爱神 怎样做诚实人 如何达到性情变化 怎么分辨圣灵做工 与撒旦做工等等等等 哎呀 听你说这些 好像附上了高阳的婚言 没错 我们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天天读神的话 这就是被提到宝座前 附上高阳的婚言了 真好啊 哎 我给你读两段全能神的话 好啊 全能神说 末世基督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哎 这一段让我来读吧 行 你读 审判 审判工作带来的 是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人对悖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阿们 全能神的话 说得太好了 我们经历全能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看清了自己 被撒旦败坏的丑恶面目 对神的公义性情也有了认识 产生了敬畏神的心 开始恨恶背叛自己 用了真实的悔改 败坏性情逐渐得着洁净变化 感谢主 神的做工太实际了 我们得着神赐给人类的真理 做生命了 撒旦性情就彻底得洁净了 没错 我们就再也不会犯罪 抵挡神了 那是啊 我们就得着神对人类的应许 是啊 正如启示录21章4节所预言的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下你知道 为什么说全能神发表的真理 就是永生之道了吧 知道了 知道了 能变化人 捷径人的道 当然就是永生之道了 没错 全能神说 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 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 是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 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哎 怎么了 你说我这多危险呢 我一直活在观念想象中 认为只要信主耶稣 就能进天国得永生 听说 全能神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也不寻求 也不考察 差点错过了迎接主 被提赴言席的机会 是啊 我真是愚昧无知啊 现在知道不算晚 哎 现在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主耶稣做的是救赎的工作 赐给我们的只是悔改得到 我们必须地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接受末世基督全能神的审判工作 是 得着神末世发表的一切真理 犯罪本性得着捷径变化了 嗯 才是得着了永生之道 是 这才是真正的 信子得永生啊 哎呀 这下是真明白了 感谢神 此时此刻 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还想再跳一段 哎 我是想到了一副对联 哦 上联是 主耶稣做救赎 使人罪得赦免 下联呢 全能神 行审判 将人捷径成全 横批 信子 有永生 谢谢 大家